第26章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话说1956年9月15日下午2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中央破例,没有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名,候补代表107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五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宋庆龄、黄烟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 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置开幕词。 他说,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全体起立,默哀,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热烈鼓掌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 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 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 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 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 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 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 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必须认真的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 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 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 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 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 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 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 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 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 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 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股长,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 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四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 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 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鼓掌,我们绝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绝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 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热烈鼓掌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 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 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 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鼓掌,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 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 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 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这篇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 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三十四次。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 黄烟培情不自禁地集习座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便还迎,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 其中,第四首诗云,天安国敬炎佳节,万水千山念苦心。 账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以便欢迎。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 毛泽东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佳英。 前面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佳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佳英。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 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 当然,田佳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佳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辞后,宋敬龄也在大会上致辞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接下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伯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 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 刘少奇认为伯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四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 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5日晚,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碧武、林博渠、张文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德、陈云、董碧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伯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素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 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补,接受了拉加补递交的国书,并致达词说,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纳塞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 西方国家骂纳塞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 但是,我们认为,纳塞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他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 美国另外有他的目的。 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 他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 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克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 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布大使转告纳塞尔、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 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 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 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 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 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 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书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付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紧张得很。 希望缓和些紧张,仅奉上书画册一本,供于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 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家拔语的。 我在这上面写了一首长谷,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 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 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昔末如今,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送声而做。 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五离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 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臣,起赐教,我的诗父求赐教。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画册、叙诗和令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 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父亲毛泽东,告知张书通生活穷困, 其所在的江苏省文使馆每月只给他生活费50元。 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更多的照顾的话,他会接受的。 后来在12月16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委托他转送给张书通500元。 9月18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阳、波诺马廖夫、尤金等、 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家祥在座。 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米高阳说,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 我在1949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 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 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 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毛泽东说,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这期间,彭德怀和米高阳有一段对话。 彭德怀说,米高阳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 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 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阳说,当时谁敢提啊? 彭德怀说,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阳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是晚时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 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珍、王驾祥、李克农在座。 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 他说,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 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此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像这天一样, 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天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三个。 每次会见,少则一个多小时,多则三个小时。 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 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 大会休息时,他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21日晚七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五十五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 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后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 是日晚十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9月22日下午二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齐马罗、拉约洛、王家祥在座。 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有他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继续行使他们的职能。 客观形式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 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 看历史问题事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9月23日下午24时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西等,刘少奇、王驾祥在座。 乌布利西说,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毛泽东说,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西说,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毛泽东说,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 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 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是下午五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利特等,刘少奇,王驾祥,刘宁一在座。 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波利特说,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 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 他还说,我们的胜利只有七年。 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 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 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 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9月24日晨午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0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做修改。 9月24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洛夫等人,王家祥在座。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文,毛泽东在此次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 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 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1948年的事。 1948年,情报局骂你们是柜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 1948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 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 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 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 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 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 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 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 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 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 那么,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 当然是独立国。 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 同志。 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 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 当然,没有做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 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 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 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 他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区几乎搞垮了100%。 邵琪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 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 这也有原因。 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 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 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 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 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措施。 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 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纪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 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 斯大林派他回国来。 过去他搞所清,这次则搞又清。 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 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 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 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 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 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 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 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决定是在亚尔塔会议上做出的。 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 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亡明路线。 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次未提。 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 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 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 谁叫我们去犯左轻,右轻的错误呢? 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 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 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倒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 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 我们很为难。 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 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是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党内知道两次亡民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 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 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 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 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舟、猪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 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 今年五一波波围棋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 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 挂就挂吧。 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大才怪呢? 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 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 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 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 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 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 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 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 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 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 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 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 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潮起开始减少。 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欲强大,他们就欲怕。 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 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 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胜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 我们自己曾是被欺负的,知道受欺负的滋味不好受。 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 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 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 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也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 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 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 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以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 因此,就是有人想撬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撬一两公尺。 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 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 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便成为我们的包袱。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撬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撬尾巴,撬到一半公尺以上,就批评他。 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 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 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 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 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 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 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 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尝试历史唯新主义。 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话,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 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 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好诗令。 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 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臣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注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 但到莫斯科去注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 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 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 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血,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 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 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堂场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 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 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 他们也有一案面,有些错误。 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 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 对莱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 对于亡民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亡民,他们就不愿意。 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拖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拖。 取消了给铁拖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 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他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 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 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取消了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 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 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 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 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 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 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 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 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 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 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 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于歌颂,少于批评。 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 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属名,或属假名。 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识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 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 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 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 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 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 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9月2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主持召开 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 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他在谈话中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 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 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 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的很长, 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 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冰, 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 它的手伸到全世界。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 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 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 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 没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 最后强调说,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 错误有两重性。 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 另一方面是好教员, 很好的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 对革命有好处。 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如果没有好处, 为什么是成功之母? 错误犯的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 这是马克思主义。 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5日晚8时45分,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 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是晚11时,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 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 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9月26日下午20时, 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 在新党章中删去了。 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下午40时15分, 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时, 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 于歌夫等王家祥在座。 谈到纪米特洛夫、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时, 毛泽东说, 纪米特洛夫同志 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这是一位好同志, 对同志关系好, 没有教条主义, 没有命令主义, 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 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 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问,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 于歌夫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得太长了, 砍掉一半就好了。 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 11年, 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 笔者住, 时间是很长, 斗争很丰富。 这次大会的空气, 是反映人民的希望, 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 时时30分, 毛泽东在中南海一年堂, 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 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 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 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 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复印, 复翻译。 我在第五页上, 加了个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是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就在这个期间, 陈伯达、 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 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建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 这一矛盾的实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 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 他略意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 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 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 陈伯达找了康生, 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 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 把我找去。 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 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 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 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 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 他说, 好, 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立群回忆说, 我记得, 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 他说, 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 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9月27日下午20, 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闭幕式, 会议选举中央候补委员。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 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刚刚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 有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李立三君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前,李立三在八大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 呈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后只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 就批示说可用。 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 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 讲述了对成前毕后, 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 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 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 后来在1958年初, 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 深入工厂调查研究, 发现了安刚总工程师马斌等人, 总结的两菜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 即工人参加管理, 干部参加劳动,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 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 两菜一改三结合的提法, 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斌,原名张元, 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楚州市,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参加上海文化街旧国会, 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 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 经历过板南事变, 涉扬县委书记, 陈云曾为其撰写, 学习马斌市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 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 哈东地委书记, 辽宁省委秘书长, 民运部部长等职。 他在东北解放后, 任安山钢铁公司总经理, 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 归国后任安钢总工程师。 再说, 9月27日下午3时, 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时, 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 乔治乌德志等王家祥在座。 毛泽东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 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 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 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 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 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 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 他会见米高阳时的谈话, 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 如果过去对布哈林、 纪诺维也夫、 甚至托洛茨基, 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 而仍留他们在党内, 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 是否会更好一些。 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乔治乌德志说, 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 印象是产品质量好, 劳动热情高。 毛泽东说, 我们的质量还不好, 只注意数量, 不注意质量。 要提高质量, 成本就高, 就不能得奖, 要成本低, 质量就不高。 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 过去, 我们没有选购制度, 今后将改变方针, 实行选购制度。 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 只是相对的好, 而不是绝对的好。 资本主义在经营上, 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 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 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 没有战争, 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 我们的门是开着的, 几年以后, 英、 美、 西德、 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 他们有技术, 我们需要技术, 他们的经济有困难, 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是下午四十半, 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等王家祥在座。 毛泽东说, 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 人民是穷的。 穷是坏, 也是好。 穷了就要革命, 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 无文化, 不好, 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 好写字。 奥哈布说,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文物古迹很多。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 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 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在讲到波斯南事件时, 毛泽东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 人类还会有矛盾。 波斯南事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 第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 因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斯南而得名。 1956年6月28日, 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约80%的职工开始上街游行, 从杰尔任斯基大街向波斯南市中心行进。 游行者举起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 并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 释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 沿途有更多的群众和铁路修车场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 聚集十余万人, 逐渐发展成暴力事件, 6月30日被布兰政府镇压。 波斯南事件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 包括军警8人, 800人受伤, 658人被拘捕。 波斯南事件是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 可是未来到来时, 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 那时, 社会上还有善恶, 无恶及无善, 社会上还有美丑, 无丑及无美。 那时, 还有真理, 也有谬误。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 我们将向你们学习。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 也不会发展。 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 哥拜尼, 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 他在40岁时提出了日新说, 著有天体运行论, 笔者注, 他是一个天文学家, 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 他属于全世界, 凡是科学, 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下午2时, 毛泽东在中南海淮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 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下午4时, 毛泽东在淮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是晚7时, 毛泽东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 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 晚7时50分, 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 副组长会议, 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 晚11时, 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7人, 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博曲, 董碧武, 彭真, 罗隆寰,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牛博城, 贺龙, 李先念, 选出政治局, 候补委员有6人, 乌兰夫, 张文天, 陆定一, 陈博达, 康生, 薄一波, 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家祥, 谭智林, 谭正皇, 克成, 李雪峰, 后补书记有刘兰涛, 杨尚坤,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 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家祥去找毛泽东。 他说, 主席, 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 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 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 笑着说, 家祥同志, 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 你就不要切让了。 王家祥继续申诉自己的理由, 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 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 我负伤以后, 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 长征开始时, 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 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 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 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地成长着, 仍然是党。 而我奉献给党的, 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 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家祥坐着不动, 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 还有别的是吗? 王家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 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预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 请看下一张内容。 东方蒙约,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 王明在1956年1月间, 以治病为由, 再次去了苏联。 中央在8月上旬致点王明, 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回国参加八大。 9月8日, 王明回电表示, 因病无法回国, 向中央请假。 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 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 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 在王明缺席的情况下, 仍然当选中央委员。 后来自六十年代起, 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长期留居苏联的他, 根据政治需要, 化名为马马围棋, 波波围棋等, 先后发表, 论中国事件, 列宁, 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 中共五十年, 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书, 全面的系统的歪曲, 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 污蔑毛泽东, 为自己的错误犯案, 无中生有的造谣说, 毛泽东多次谋害他, 企图加速他的死亡, 公开地走上了背叛中国共产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 即便如此, 中央对他再没有做任何决议, 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1974年3月27日, 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第二天,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 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 苏联的老朋友, 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 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这才是永不犯人尽知, 嘴尖皮厚往称名。 江山带有小人出, 翻云赋予美相同。 青史如见能照妖, 大鬼小鬼现原形。